大家好 这个工具你认识吗 相信每家每户都有 就是用来剪指甲 嚼指甲的指甲钳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人用指甲刀 发明了很多种妙用 其中可以取现纤的外皮 还可以用来银铁丝 还可以用来剥瓜子 今天我也来试一试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用 这是我在家里随便找的一根电线 如果是需要接线的话 肯定是要用打火机来烧 或者是拿钳子来钳开 不过这都是专业电工所会的 我就不去研究这么多了 我看到的别人是用这样 直接用指甲钳刀 扭一扭 转一转 直接把这个线给夹断了 可能刚刚我太用力了 重新再来一遍 夹一夹扭一扭 不要那么用力 看到这个线签有一点口子了 就用手来试一下 用手掰不开呀 那我就用这个指甲钳来接力一下 来看一下 这条线的塑料层就这样取下来了 再看看这里面的铜线 是有少许的破损 感觉用这个指甲刀来取的话 还是掌握不好力度哦 有没有觉得用这个指甲钳来取线头的这个塑料圈 方法怎么样呢 实不实用 我倒是觉得非常的鸡肋 这种要接线或者要取线签的还是交给专业的电工去做吧 自己不要在家里面瞎弄 拿一根铁丝来试一试 在这个指甲刀的尾部这里有一个小洞 天哪 太难了吧 纹丝不动啊 还是老实的用钳子吧 这个指甲刀根本就使不上力啊 其实平常家里面都会有这个铁钳啊 或者镊子啊 来弄这个铁丝的 就算家里面要做点什么活 请那些师傅也会有工具 根本就用不着拿这个指甲钳来用 使不上劲 还不如我自己徒手把铁丝给掰弯了 第三个就是可以剥瓜子 确实是可以剥瓜子啊 但是这个指甲刀呢 是用来剪手剪脚指甲的 特别是如果有人那个有脚气的话 剪完以后再用来剥瓜子 你敢吃吗 反正我是不管吃的 虽然用这个指甲刀来剥瓜子啊 手不会疼 速度还是挺快的 大家还是看看就好 一笑额过就好 不要真的试了剥瓜子来吃哦 第四听说可以当做蚊箱的支甲 来试一下看看 指甲钳这里有一把小搓刀 把搓刀这样立起来 再把蚊箱这样放上去 看着确实是可以当做蚊箱的支甲 一般买蚊箱的时候啊 也会附带有一个蚊箱的支甲 一般情况下呢 是用不到指甲钱来做这个蚊箱支甲的 除非在找不到这个蚊箱支甲的情况下 可以用这个指甲刀来代替代替 实验呢 这么多个往常的指甲刀妙用啊 我觉得就是当蚊箱支甲 这个比较实用一点 在找不到蚊箱支甲的时候 完全可以用得上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朋友们有什么建议和想法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 我们一起讨论呢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